在汐止区内有三座天桥一直以来拆不拆都会定期来检讨 而这几个月来汐止区公所也将新台五路水源路口的天桥市封闭 看看这段时间民众走平面的斑马线有没有安全的疑虑 而目前已经研议拆除等到明年经费到位就会将这座天桥来拆掉 习惯性的要过马路就是直接走到路口斑马线等红绿灯 似乎没有察觉天桥已经封了大半年 这里是新台五路水源路口车子多行人也多 但是因为走天桥太麻烦许多老人家根本没办法走楼梯上上下下 所以天桥根本没人想走使用绿滴也有民众认为拆掉也好 怕天桥麻烦啊还八千八千啊 怕那些人要走 应该是要踹到的 老了也没什么作用啊 我们老贵啊 是不是也是要走斑马线就好了吗 人会要踹到的 我不知道 人会有路走得好 你有走过天桥吗 没有 为什么 没什么用 那你觉得就是要拆掉 随便啊 有钱要拆啊 新台五路上面新兴路跟水源路口那个天桥 那其实使用率非常的低 那目前呢我们公所跟市府沿逸是朝把它拆除的方向进行 那目前先把它封起来 根据了解西子区共有三座天桥 包括北风国小前横跨中兴路的天桥 另外就是秀峰路天桥 还有就是这一座 只是使用率不高 所以公所都会定期检讨 在水源路这一座为了进行人形路桥拆除评估 从今年四月中开始市封闭也研议将要拆除 那封起来的原因是 先看看我们封的这几个月时间呢 到底使用率 大家民众走这个平面 有没有危险性 那而且也看看 这个天桥的使用率到底怎么样 那另外一方面是也有一些民众呢 或者是游民等等的 可能会在上面那些垃圾什么没有注意到 所以影响这个景观 所以我们把它封起来 那希望在经费到位以后 大概在108年度左右 到位以后我们就会去把它进行拆除 封闭天桥除了看看这段时间 民众走平面斑马线 有没有安全上的疑虑 另外就是因为之前有发现有游民 所以等到明年的经费到位之后 就会进行拆除 这场慧玲西子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